昨天我们制作了一个烟火求救装置 可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海面上有一艘船 再似乎就失败 真是乌漏偏逢年夜雨 今天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今天已经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必须得重新找点食物 各个鱼擦下海擦鱼 把木棍放进火里面烧一下 增加木材的硬度 注意穿透鲨鱼的皮 听说奥摩岛附近经常有魔鬼鱼出现 走 这里就像天一样 看这里 好大一条 你看它的牙齿有多锋利 给它做成了几个大肉串子 这是我自创的金字塔烤肉法 用这种方式烤出来的鱼可以避免炭火直接烧到鱼 烤出来的鱼又嫩又好吃 原汁原味 一口肉一口水 满足 来到这里的第十二天 昨天制作了蚊香 让我睡得非常香 三只大龙虾让我大饱口服 这里的太阳太毒辣了 就会被晒伤 沙发上的臭鱼让我有了新的想法 鱼类有大量的脂肪 把它提炼出来 把脂肪提炼出来 可以做成鱼油 把鱼油涂抹在身上 这样可以防止皮肤被太阳灼伤 涂上了防护油 就像带上了蓝buff 架还差运 海水实在太浑 根本探不清 去礁石附近找一找 看能不能找到吃的 这里建有条蚊鱼 在这里 我摁住它了 我摁住它头了 我逮到它了 它大一条 有得吃了 烤鲁鱼一定得慢慢烤 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烤糊 烤糊了的口感实在是不咋地 咱们再去找一点水果 这里发现很多人生果 摘一点回去 我一会就摘了这么多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莲雾 又发现一个宝贝 棕榈树 在热带丛林里面 棕榈树非常常见 它的心可以吃 弄一点 麦鱼已经熟透了 开吃 吃完麦鱼再来一点 餐后小水果 营养一定要均衡搭配 傍晚会有船来接摄影师回家 因为他要回家过年了 接下来了 我会独自完成所有的挑战 快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